Aircraft,我们看这个字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呢,放在air这个地方 第二个音节呢,念成craft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念成aircraft 那air呢,我们都很清楚 它是空气,空中的意思 那craft呢,原本的意思呢,是一些 手工作品,手工艺品,我们就叫做craft 那这边呢,把aircraft,把它合并起来呢 就是飞机,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的飞机 还是木头框架所做成的飞机的时候呢 需要很大,需要非常高超的 那个做木工的技巧 才能够造成一架飞机,才能够制造出一架飞机出来 好,所以呢,这个字我们念成aircraft 它是属于名词 它是可属的名词,主要通常 它是当作复数型来看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英文解释 什么叫做aircraft呢 就是fly machines with one or more engines fly machine就是会飞的机器 它有着,它这边后面有个解析词 偏语,对不对 with one or more engines 有着一个,或者是更多的引擎的,会飞的机器 英文就念成aircraft 中文就是飞机航空器 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many kinds of aircraft were seen in the air show 它说了many kinds of 各式各样的,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aircraft 好,所谓的飞机航空器 we're seen in the air show 在这个所谓的飞行表演里面呢 都可以被看得到 那我们知道呢,aircraft跟airplane呢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airplane指的是飞机 那飞机就是两个翅膀,对不对 有个翅膀左右对称的 但是航空器可不一定 只要是天上飞的 我们都可以叫做航空器 例如说直升机,例如说飞艇 像这些,我们都可以叫做aircraft 那么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aircraft 是名词,可属名词